311集 他正想着 却觉得手一紧 叶天元嘀嘀的声音传来 秦晨 我不会放手的 墨秦晨顾不上回答 却把叶天元的手握得更紧 他倒不是有心思风花雪月 而是他和叶天元都是结单修饰 万一像对待良辰那样 把他踹下去 谁知道身后的化形妖兽到底追谁 追自己也就认了 叶天元伤还没好 要是去追他 那自己不是要遗憾终身 就这样 一个是想与对方同身共赴 另一个怕把祸水引向对方 尽管想法不同 动作倒是出奇的一致 双手越握越紧 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 他们这样紧紧相握 又是催动全身凌厉狂奔 双手相接之处 体内真火 同时向对方涌去 赤阳造化火 赤阳致烈 一旦湛染 必然灼伤 可涌经莫清晨体内后 却温顺无比 与青心流离火纠缠融合 瞬息间竟伸出一股磅礴的灵力 原本历劫的墨清晨顿时精神一震 脚下的冰娇嚣灵光一闪 速度更快了几分 而叶天元本来苍白的面色 也因为清心流离火的涌入 缓和了不少 青城师妹 去那里 叶天元忽然出山 他所指的方向 是一处峭壁 镜头烟雾翻滚 不知云深极许 不止如此 到了镜前 墨清晨才发现 云雾翻滚间 气流湍急 镜死刚风 可是他相信 叶天元指向这里 定然不是无地放逝 感受着身后威压 越来越近 墨清晨护起防护罩 把二人护住 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爆裂的刚风 撕扯着他的身体 护体的灵罩 顿时粉碎 就在这时 叶天元手中 多出一物 抛了出去 原本爆裂的刚风 竟有瞬间的平静 而二人也趁着 这平静的瞬间 穿过了这层刚风 向下落去 耳边风声 呼呼作响 吹得耳根深疼 别怕 叶天元在墨清晨耳叹 低声说道 随后收上灵光一闪 全背上多出五道利刃 直直地插入盐壁中 往下划了数丈 盐壁上火花似箭 墨清晨听了那二字 虽有些感动 更多的却是无奈 自己哪里表现出一丝害怕了 为何和他在一起 好像会被时刻提醒着女子身份 或者自己以后该表现得更彪悍点 他正付费着 手上就传来一股力道 随后眼前一黑 回过神来才发现 被叶天元拉入了一个悬在峭壁上的山洞中 山洞中很黑 二人忽然落入 一时之间看不清楚四周 好在用神石扫过 里面并无异常 在一片黑暗中 二人视觉受阻 听觉就变得更加命贵 呼吸和心跳声清晰可变 墨清晨忙松开叶天元的手 从主手镯中 删出一个像南瓜一样的误解 接着从顶端开口处丢进一块零食 那误解就散发出黄色光韵 把整个山洞照亮 但随着光亮还传来 沾沾青甜香味 这是什么 朦胧的光韵中 叶天元眉头微醋 点色白皙 墨清晨勉强笑了笑 是一种疼难解除的果实 具体是什么 清晨也不知道 是在一次历念时 偶然发现的 我就把整只藤蔓 移入了随身要缘 四位原音真君自爆的情景 还历历在目 任谁心情都好不了 可是不说点什么 做点什么 心里更加压抑 倒是 像南瓜 叶天元目光一直落在那里 却皱了皱眉 所以 清晨给他起了个名字 就叫南瓜灯 墨清晨说着 扫了叶天元一眼 只见他含笑听着 后背靠在山壁上 站得笔直 面色在朦胧的光线中 却显得异常的白皙 当下心中一沉 洛阳师兄 你的伤口 是不是裂开了 叶天元一正 随后点了点头 墨清晨暗自翻了个白眼 这家伙 怎么这么逞难 受伤了 就赶紧疗伤啊 还强撑着 和自己讨论什么南瓜灯 可随后想到 他的伤是因何而来 就没了脾气 走过渠道 那裂开了 是不是被白里雀伤的那一处 修士不同凡人 若是普通的伤口 抹了灵药 外表就能复原如初 可白里雀 乃是化形药兽 他发出的攻击 是带着妖利的 修士被妖利锁伤 处理起伤口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这也是在寿朝中 医修为何那么忙碌的原因 说话的功夫 墨清晨已走到叶天元跟前 让我看看 叶天元抿了抿唇 一声不吭的 转过身子 果然不出所料 他背后 被白里雀蓝色淋雨 所伤的那一处衣裳 亦被鲜血浸透 墨清晨微微醋眉 扇出手 碰出了一下伤口周围 微凉的指尖落下 叶天元顿时一颤 急忙转过身来道 请 清晨师妹 我自己来 墨清晨先是一阵 随后递过一个玉瓶 四下飞下的条条眉 那好 就让小妹看看 洛阳师兄怎么自己来 叶天元接过玉瓶 却一脸尴尬的 愣在那里 就算他是杰丹修士 背后的伤势 也不可能自己处理 见他紧敏薄唇 一言不发的站在那里 脸色却白得吓人 墨清晨也不忍再为难他 把玉瓶 从他手中又拿回来 洛阳师兄 让清晨来吧 说着 绕到叶天元身后 仔细翻详了一下 又绕了回来 在他意味莫名的目光中 印着头皮道 洛阳师兄 你先把上衣脱下来 那一瞬间 不知是不是错觉 叶天元脸上 好像闪过一片飞红 随后又被冰雪颜色覆盖 墨清晨暗骂一声坑爹 两人靠近 本来就有种难以自控的吸引 还偏偏一而赛 再而三的遇到这种情景 神啊 这是考验他吧 好在叶天元没有说什么 半低着头 默默的解开一惊 先是青色长衫 接着是白色中衣 再然后就露出了线条优美 洁白如玉的上身 墨清晨又绕到背后 只见他后心偏了一寸的地方 有一个又深又细的洞口 偏偏围绕着那个伤口 出现无数道裂痕 看起来真名可怖 整片后背都泛着蓝青色 墨清晨暗暗吸了一口气 把玉瓶中的灵膏倒在手心上 随后用指尖站去 轻轻涂到伤口处 肌肤相处的瞬间 叶天元身子一僵 那种奇异的感觉又传来 比以往只是单纯的靠近 掉墙了数倍 墨清晨下意识的后退一步 却听到叶天元急促的呼吸声 然后见他双拳紧握 一动不敢再动 墨清晨咬了咬牙 暗骂自己 修心养心 墨清晨啊墨清晨 你修到这么多年 若是心被身体锁控 那也不要谈什么大道了 这样一想 体内灶乱的真火 有了片刻的安静 占取着手心上的灵膏 快速而小心翼翼的 涂抹着伤口 谁 墨清晨手一抬 一个板砖闪着金光 飞了出去 砰的一声 金属相撞的声音传来 板砖被撞得偏了个方向 掉头回到了手中 一个男子闪身进来 见到洞中情景 顿时一愣 表情奇异的道 抱歉抱歉 你们继继 继继 墨清晨脸一黑 上前一步 警惕的打量着来人 进来的人 同样是结单修饰 身材中等匀称 身着一身月白长衫 手中拿着一把折扇 却并不给人一种 故作潇洒的感觉 反而是有一种 发自骨子里的 真风流 自然流露 风采逼人 特别是那一双眼尾 微微上翘的眼睛 漆黑明亮 又带着莫名的笑意 令人看了 就心头一跳 叶天元快速把衣裳穿好 手心扣住了金红色圆环 与莫清晨并肩而立 进来的那人见着 也暗自叫苦 真是霉运连连 先是被一只化形妖兽追杀 不慎掉落悬崖 好不容易发现一个洞口 以为脾气太来 结果还惊了一对眼鸳鸯 看着二人杀起腾腾的样子 莫不是要杀人灭口 来人想到这里 立马大大失了一礼 露出了仿若三月穿光的灿烂笑容 二位道友是的对不起 在下不是有意打扰的 莫清晨脸更黑了 这是为杰丹修饰吗 在这种情形下 初子相见 说这些话到底是示好 还是挑衅呢 一定是后者吧 撇到来人那欠扁的笑容 莫清晨默默的想 叶天元不动声色 手中惊环却灵光一闪 来人立刻跳起摆着手道 别打别打 被那些妖兽追都快吐血了 二位道友放心 放心 在下一定会为你们保守秘密的 闭嘴 莫清晨实在忍无可忍 呃 这位仙子若是实在不放心 要不在下发新模式 来人忙到 莫清晨暗自吸了口气 反倒安静下来 借着黄瓜灯昏黄的灯光 他可以看到对方口中 虽处处求饶 可眼底深处 却无一丝惧疤之意 想到那层钢风 心中了然 若真是一个重看不重用的绣花枕头 又怎么会到了这里 来人说完 观察着莫清晨二人 莫清晨和叶天元 都一声不吭 也在望着他 一时之间 三人大眼瞪小眼 这种沉默的气氛 并没有维持多久 洞口竟又传来动静 接着两个女子 亮枪的冲了进来 啊 有人 一个穿鹅黄衣裙的女子 低呼一声 面露惊恐 哟 有人啊 另一个女子穿紫色衣裙 身影娇媚 莫清晨甚至有些乐了 这还真是有意思 短短一会儿功夫 这山洞就来了三位不速之客 第一个男子本就有点古怪 一起进来的两个女子 更是点着玩味 同样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却看出了二人迥异的性格 清晨师妹 小心一点 这三人都不简单 特别是 那个黄衣女子 叶天元的身影 忽然在脑海响起 洛阳师兄 怎么看出来的 短短时间 墨清晨只料定 这三人都不简单 却想不到更多了 叶天元身影中 似乎有些尴尬 痴尖 墨清晨没机会追问 这直截是怎么来的了 因为此时竟又有一人 闯进了山洞 啊 可味道友好 男人只有短暂的错愕 就恢复了客气有礼的模样 韩笑向众人点头问好 举止优雅斯文 令人自弹服辱 这一次 众人干脆都不作声了 只是紧紧盯着洞口 好一会儿后 确认没有人再进来了 那个身影娇媚的紫衣女子 才轻轻的笑了一下 哟 今日真是有缘 和各位道友在此相遇 有缘你妹啊 墨清晨额角清晶 跳了跳 不知怎么 这女修一开口 就散发出一股 和欢宗的味道 而她恐怕注定了 和和欢宗八字相冲 紫衣女修 见众人表情不一 都未作声 美眸流转 似乎含着无限情谊 妄想最后进来的一个男子 小女子子勋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再笑到后 幽远 男子嘴角含笑 微微欠声 举止悠雅的 无懈可击 紫衣女修满意的笑笑 波光盈盈的 妄想一旁的黄衣女修 这位妹妹呢 我 我叫明柔 黄衣女修 勉了勉唇 娇羞地低下了头 没等紫衣女修再问 最先闯进来的男子就到 在下天涵 紫衣道友可要记住咯 紫衣扑齿一笑 天涵道友 这样疯子卓绝的男儿 紫衣 怎么敢忘 说着 目光流转 柔柔地 向夜天元往来 夜天元面色 冰冷如雪 恍若未见 若说起来 在场的三位男子 放在修真界 都是罕见的美男子 可是 最吸引人目光的 依然是夜天元无遗 他五官完美 偏偏又不像某些五官 过于精致的男子那样 湿与阴柔 相反 从剑眉 到薄唇 甚至鼻挺的颤姿 都显露出 无与伦比的阳刚之气 给人的感觉 就如一道骄阳 可偏偏 他的气质 冰冷如雪 这种相貌 与气质的冲突 就更令人 无法抗拒 紫衣 见夜天元 不作声 刚要开口 可看清了他的样子 却愣了一下 随后笑道 不知道有 如何称呼呀 夜天元 皱了皱眉 没有作声 道友 紫薰 拉长了尾音 这一次 夜天元 干脆后退了一步 仿佛 冲他抛媚眼的 不是千娇百媚的 大媚人 而是 丑陋的蛇蝎 紫薰 魅眼如丝 含情默默的 望着夜天元 可收到的 却是不寒一丝温度的目光 好一会儿 他终于确信 眼前这个男子 是不打算和他说一个字了 暗暗咬了咬牙 这才妄想 墨清晨 墨清晨 结语微动 强自冷消 夜天元 对女修 如必舌蝎的态度 早年 他可是领教过 可没想到 当年自己 被气个半死 如今 换到已死 何欢宗的女修身上 却是 大快人心 人都是双重标准的吧 墨清晨 不厚道的想 子熏之所以 最厚望向墨清晨 原因很简单 站在山洞中的六个人 墨清晨是修为最低的 这几中 道号幽远的南修 是结单后期 剩下的人 包括那位看起来 娇羞怯弱的明柔 都是结单中期 墨清晨和夜天元 本就站在山洞最里边 灯光又昏暗 子熏特意望去 这才终于看清了 墨清晨的样子 当下眼中 闪过一道金光 嘴角含笑 不知这位妹妹 如何称呼 子熏道友 在下清晨 墨清晨淡淡道 如今情况未明 夜天元有伤在身 自己又是修为最低的 总不好把场面 搞得太僵 清晨 紫熏目光闪了闪 笑意盈盈的倒 紫熏不久前才听说 遥光派新出了 为结单修士 据说是整个天元大陆 最年轻的结单修士 道号 似乎就叫清晨 不知几位道友 听说没有 墨清晨 嘴传明了明 这位子熏真人 消息还真是灵通 要知道 他不过刚来这边罢了 事已至此 无需隐瞒 没想到 紫熏道友还对在下 有所耳闻 只是最年轻 却愧不敢当 天元大陆 人才济济 更有无数隐士门派和家族 远的不说 清晨 清晨就是想追上 各位道友 还不知道 猴年马月呢 哈哈哈哈 紫熏眼口笑起来 清晨妹妹 不但资质卓绝 还紧心秀口 要貌嘛 哪怕紫熏身为女子 也忍不住着迷呢 说着 瞟了一眼 旁边的黄衣女修 明柔 墨清晨嘴角一抽 他没得罪这女人吧 让他这么卖力的 拉仇恨 这位道友 是洛阳师兄吗 明柔未雨鲜修 怯怯的 扫了叶天元一眼 叶天元见对方 说出自己的道号 也不再沉默 希子如今的 说了个事 随后又往远处 站了站 明柔站在那里 半低着头 忽然眼圈一红 竟落下泪来 哟 明柔道友 好单单的 这是怎么了 莫非 这位洛阳道友 以前欺负过你 紫熏挑眉问道 明柔 垂着头 脖颈 千禧 洁白 我见游帘 身影 同样柔晚 没有 明柔与洛阳道友 并不相识 但是曾有幸 见过一次 明柔 只是忽然想起 自保原因的 几位真君 心里 有些难受 这个话题 令山洞中 顿时沉默起来 莫清晨不动 声色地 打量着几人 那位口不择言的 千寒真人 虽有些轻挑 却难以遮掩 骨子里流露的洒脱自如 紫熏真人 严实 卖行 看起来和以往接触的 和欢宗女修无异 可能在这么多 简单修士面前 侃侃而谈 不是凶无大脑 就是另有乾坤 至于那位 娇羞柔弱的 明柔真人 他是半点都不信 他真的如此脆弱 叶天元 一个后退的动作 就能令他 煞然泪下 要真是如此 还能修到 结单终极 他只能按马 老天眼睛 被使胡了 看来看去 似乎 只有最后一位 进来的幽远真人 最正常了 言行举止 隐隐有种熟悉感 就像大多数的 名门子弟般 不过 这个也待定 莫清晨有些头疼 若是能选择 他情愿和叶天元二人 孤身奋差 也好过 和几个心思难定的 结单修士周旋 清晨 等我伤好了 我们就离开 叶天元的身影 忽然在脑海中响起 莫清晨一震 莫非叶天元 看出了自己的心思 他什么时候 这么了解自己了 正想着 叶天元的身影 又传来 和女修在一起 洛阳不自在 莫清晨嘴唇抖了抖 强忍着 才没问出来 难道 我不是雨羞吗 不是吗 山洞中 静默了一会儿 千寒一屁股坐下 在下先打坐 恢复灵力了 各回到有此便啊 说完 闭上眼睛 旁若无人的 打坐起来 另外三人 互相望望 也各自坐下 莫清晨二人 站在最里面 在安全性上来说 倒是略高一些 洛阳师兄 你赶紧打坐恢复吧 这样伤口 耗得快些 莫清晨一边缠音 一边把一个 小小的白玉瓶 塞入叶天元的手中 叶天元点头坐了下来 很快入定 莫清晨又有些愕然 他倒真是放心 这样想着 也坐下来 虽闭上双目 缓缓引导灵力 沿着经外流动 却分出一丝神识 关注周围的动静 好在他修炼虚空念神诀后 神识控制 有独到之处 这样分心 并不影响打坐 只是 效果略差一些罢了 入定打坐 时间 就会过得飞快 转眼 又到了第二日 只是 在这山洞中 依然不见明亮 只有一盏南瓜灯 朦朦胧胧胧的照明 六人大眼瞪小眼了一会儿 悠远真人站了起来 各位都有时候 大家出去探查一下情况 众人自然没有意义 莫清晨早打定了主意 现在不是他带着一帮助击修士 当队长的时候了 在叶天元受伤 自己修为又最低的情况下 能不出头 就不出头 可是 就在悠远真人 要走出山洞时 子熏真人 忽然站了起来 鸟鸟停停地走过去 吐气如蓝的道 悠远道友 就让小女子陪你一起去吧 如此 甚好 悠远真人 笑容温和 如轻柔的月光 洒在子熏真人面上 二人一同走了出去 剩下四人 随盘膝静坐 可显然 无法进行入定了 在一种压抑又沉默的气氛中 焦灼地等待 一刻钟后 洞口 传来动静 离去的二人 反了回来 只是 令人吃惊的是 子熏真人 被悠远真人 搀扶着 发丝凌乱 衣衫上 血迹斑斑 子熏谢见 绵柔 目露惊恐 渲染玉气 千寒真人 上前几步 却又保持了一段距离 二位道友 这是怎么了 子熏真人手中 不知何时 多了一把玉书 把青丝散开 一下一下地梳理着 身影 娇媚如丝 老凡千寒 倒有惦念 我们二人出去后 就遇到了化形药兽 若不是 若不是 幽远真人 拿了小妹一把 恐怕小妹就回不来了 说着 寒情默默地 扫了幽远真人一眼 幽远真人 微微一笑 子熏道友 客气了 大人当头 我们身为修士 自当互相救助 不知是不是错觉 当子熏道友 收回目光 墨青城却看到 幽远真人 嘴角 翘了翘 仿佛 是在嘲弄什么 可很快 又恢复了 无懈可击的 温润笑容 啊 有化形妖兽 在外面守着 那 那我们 岂不是要 一直困在这里了 绵柔身子 晃了晃 似乎有些 承受不住 这个噩耗 恐怕虚得 幽远真人 有些 欠然地 看了绵柔真人一眼 这个消息 实在不怎么好 他们所待的山洞 并不大 要是只有一两个人 也就罢了 偏偏 却有六个人 打坐时 别提多别扭了 要真的一直被困在此处 确实令人头疼 也许是因为六人 都是结单修士 心性坚定 知道了外面的情形 只得坦然 接受了这个现实 一日时光 又在默默打坐中度过 第二日出去的是 千寒真人和明柔真人 依然是灰头土脸的回来 到了第三日 四人就望向了 墨清晨二人 这一次 理所当然 轮到他们了 墨清晨笑了笑 若说一连三次出去探查 哪一次最危险 答案 显然是第三次 答案显然是第三次